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马灵鼠,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。 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2004年的初夏,北京的五月还留有几丝春天的潜泉,空气中飘飞着阳续,一切都显得那么慵懒和安静。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大案支队,这天轮到五队值班。 快到中午时分,值班室内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 电话是严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,说在官厅水库南侧,耿营湾河岔打捞出一辆夏立车,车里有一具无头女尸,请求刑侦总队协助侦破。 两个小时后,副队长刘曾旭就带领侦察员赶到了现场。 出水未酒的夏立车,车顶有一块凹陷,披满淤泥,静静地趴在河滩上。 夏立车是红色的,左侧的前窗开着,车牌还完好的挂在车上,车牌号的每一个字都是清晰的。 离车不远,在松软的小草轻轻地湿地上,平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湿袋。 那具无头女尸已经被从车里抬出,装进了湿袋。 现局刑侦大队技术队的人员,已经完成了对夏立车和尸体的拍照,勘查,证物提取和绘图。 夏立车出水的时候,女士侧坐在车后座上,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,一只胳膊搭在车座靠背上,手腕上还戴着手表。 在打开她身上穿的毛衣毛裤时,刑警看到,因为河水的消失和鱼虫的啄石,皮肉差不多没了,只剩下一副白骨,车厢里还散落着许多骨节。 这幕场景,让看到的人都感觉到,即被一阵阵发冷。 一件红色的羽绒服,静静地躺在车厢里。 在车内散发的灰色死亡气息中,它显得那么的眨眼。 车内发现的物品分别是,一瓶没打开的可乐。 一个均用望远镜,一张有效期为1999-2000年度的汽油票,一个塑料袋里装着叠得很整齐的儿童衣物。 另外,侦察员还找到了一个驾驶证。 打开驾驶证,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子,细细的弯眉,大大的杏眼,微翘的双唇,烫着短发。 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。 驾驶证上有她的名字,虽然被水浸泡得模糊,却仍然可以辨认出三个字,王嘉丽。 一个美丽的名字,而面前是一具苍白漆冷的白骨。 很难让人相信,一个年轻女子就这样与陈氏告别。 难道,这具白骨就是这个美丽的女子? 如果是,她又是在什么时候,为何会沉到这冰凉的水底的? 在打捞现场,刘曾旭了解到,这辆下离车被发现的经过。 2004年5月24日上午九时许,当地农民李长桂和三个村民, 分别驾着两只小船去官厅水库耿银湾和刹打鱼。 船到湖心,李长桂十分意外地发现,水下有一辆四轮朝上的汽车。 在经过短暂的惶恐之后,几个人商量把她捞上来卖废铁,发比意外的小财。 于是,这几个人就找了几根大绳,想把车拉出水面,可没能成功。 下午,四个人换了两条大船又来捞车。 到傍晚,终于把车拖到了靠近岸的地方,这才辨认出这是一辆红色的下离。 李长桂用钩子往车厢里勾的时候,感觉勾到了一个软绵绵的物件,一看是件红色的羽绒服。 再一看,发现车后座上有一具尸体。 几个人顿时魂飞魄散,谁也没有再动这辆车,马上向严庆县公安局报案。 县局刑侦大队康庄责任区的侦察员,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。 在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后,天已经变得黑漆漆。 民警决定,第二天上午,对这辆下离车进行打捞。 这是一片极其僻静的水域,周边没有人家,也不通电。 在一片漆黑中往回走的时候,侦察员们还一度迷了路。 陈车打捞出来的当天下午,王嘉丽的基本信息已经非常清楚了。 他是北京某出版公司的职员,出生于1963年,于1999年年底失踪。 他的哥哥王家伟,在2000年1月中旬,曾向他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。 他失踪前一段时间,情绪上并没有异常表现。 失踪前的那个周末,他还说过,圣诞节和新年要和朋友开车去郊游。 这个情况引起了刑警们的注意。 当天,是同事陪他去超市买的面包,香肠,可乐什么的。 他准备去玩的时候吃,但是没有说是和谁一起去玩。 到此,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辆红色夏丽车里,不会只有王嘉丽一个人。 在之后的调查里,刑警们找到了一封写给王嘉丽的信,语言非常暧昧。 把通过调查得来的材料,一点一滴汇聚到一起。 一具残缺的白骨,逐渐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女人。 在刘曾旭的脑子里,立体地活了起来。 他娇小,美丽,活泼,喜欢一切时尚的东西。 他离了婚,但似乎也有相爱的男人。 那么,他的死和他的婚姻。 情感生活,究竟有没有关联呢? 刘曾旭认为应该有关联。 办案人员把和王嘉丽,生前关系密切的几个男人,排列了一下。 他的前夫第一个被排除,因为在王嘉丽失踪前,他的前夫正准备再婚。 他对前夫没有任何妨碍,前夫不具备谋杀他的动机。 单位那个和王嘉丽关系密切的男同事,经过调查也很快被排除。 他们只是关系密切而已,并没有更深的交往。 给他写信的人,似乎也是逢场作戏。 于是,王嘉丽最好朋友的老公,张立明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。 刘曾旭决定正面接触张立明,把他传唤到了刑侦总队。 爱上了老婆的好朋友,谈到类似故事时,大家总不免会戴上调侃口吻。 没有办法,谁让这种暧昧的情感,在现实生活里屡见不鲜呢? 张立明是个40岁出头的男人,小白脸,鼻梁上架了一副阿玛尼的宽边眼镜。 刘曾旭从他努力绷着的脸部表情上,看出了他内心的紧张。 说自己是开一辆桑塔纳2000的车来的,家里就只有这一辆车。 当刑警问他是不是还有过一辆红色下历时,刘曾旭一边问,一边观察着张立明的表情变化。 张立明网上推了推眼镜,手微微有些颤抖地说,那辆车早在六年前就已经丢了,是停在楼下被偷的。 刘曾旭低头玩着手里的烟,有一会儿没说话,屋里鸭雀无声。 突然,刘曾旭抬起头,慢悠悠地问了一句,为什么不报案时? 张立明张口结舌了。 当刑警问他是否知道王嘉丽死了,就死在他的车里时。 张立明顿时惊慌失措,浑身颤抖起来。 他呆呆地坐着,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,并向刑警要了一根烟。 张立明点了根烟,狠狠地吸了两口,烟雾鸟鸟中,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 刘曾旭不着急,他有足够的耐心,等待面前的人吐露诗情。 为什么自己的下离车,丢了这么久却不去报案? 为什么媳妇的好朋友,会死在自己的车里? 他相信这些疑问,很快就会找到答案。 果然,张立明低着头,把烟抽到了过滤嘴,然后丢在地上,轻轻地用脚碾面。 他那口气问刑警是不是怀疑自己。 说这话的时候,他没有抬头。 刑警刘曾旭强调,张立明还没回答自己刚才的问题。 当时,刘曾旭的语气变得很温和,惊艳告诉他,要想成为一名好刑警,首先得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。 不仅需要较高的智商,还需要较高的情商。 那车是王嘉丽借走的,借了一年多也没还,我也不敢管他要,因为我怕他跟我媳妇说,说我喜欢王嘉丽。 张立明边说,边从烟盒里又抽出了一支烟,点着,仰头吐了个烟圈。 这是他那天上午唯一的一次抬头。 烟圈散了,他的头又低了下去。 六年前的一天傍晚,王嘉丽到张立明家来找房兵,正巧房兵出差了。 张立明一看表,都六点了,就留他吃饭。 我正好炖了之机,他们一起下厨,又炒了三盘菜,拌了皮蛋豆腐。 那天晚上,他们俩边吃边喝边聊。 张立明家正好有一瓶别人送的五粮液,张立明又买来五瓶啤酒,他俩全喝光了。 他那时已经离了婚,心情不太好,不停地跟张立明说,当初他们两口子那些事,情绪还特激动。 其实,张立明一直喜欢王嘉丽,非常喜欢,但他是自己老婆的好朋友。 那天,看到王嘉丽很伤心,自己又喝了不少酒,就把这事儿说了出来,而且说了很长时间。 王嘉丽一直没有说话,突然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。 当时,张立明就想,如果他告诉自己老婆就完了。 但王嘉丽到门口,却是向自己车借开些日子。 张立明其实不想借给他,但想到,万一他把这事儿捅到自己媳妇那儿,张立明就完蛋了。 就这样,张立明把车钥匙给了他。 他把车开走之后一直没还,也管他要过,他说到时候会还给房兵,张立明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。 后来,房兵问张立明那辆夏丽哪儿去了,张立明只是说借给一哥们开到外地,出了事故,被当地交警给扣了。 后来车的事就不了了之。 你们捞出来的那辆车确实是我的。 但王嘉丽的死跟自己真没有关系。 不幸可以去调查,他失踪的那年冬天,张立明被公司派到南京去筹备一个项目,领导和同事都能作证。 刘曾旭马上派人到张立明的单位调查,他的领导和同事都证实,从1999年11月他就在南京出差,第二年春天才回来。 放走了张立明,刘曾旭有些失落,破案的线索又断了。 是时候该把王嘉丽的死讯通知他的家属。 两位刑警来到王嘉丽哥哥王家伟的家,刚一提王嘉丽三个字,王家伟就猜出来了。 得知妹妹不在了,王嘉伟失声痛哭。 2000年元旦,王嘉丽没回家过节,他们给他打了几次传呼他都没回。 元旦后,嘉丽单位打电话到家里,说嘉丽已经11天没上班。 他们去报案到处去找,后来又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示,都没结果。 王嘉伟说,他们家怀疑一个叫张旭的人和他妹的私有关系。 张旭是王嘉丽孩子的游泳教练,王嘉丽生前的同事提到过。 王嘉伟说,他妹妹就是为张旭才离婚的。 离婚后住的房子也是他给找的,可他一直没离婚。 王嘉丽失踪后,王嘉伟两次去找他,他都说很久没见到他妹妹了。 可他的表现太做做,就像演戏,让人没法不怀疑他。 当时还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警方了,可没有任何线索,警方也没法查。 刑警们又杀到张旭任职的游泳学校。 学校提供的张旭的情况,十年55岁,年轻时曾是游泳运动员,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字。 他的游泳水平很高,教学水平也很高,学员和家长都很认可他。 他会开车,有一辆小面和一辆摩托车。 几年前,他确实和一个儿童学员的母亲关系不同寻常。 事情至此,颇有了一波三折的味道。 侦察员感觉到,正在逐渐接触到案件真相。 如果这个张旭当时没有离婚,他完全可能有作案动机。 现实生活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案例,出于种种原因,为了摆脱困扰而把情人杀掉。 刘曾旭和侦察员们反复研究了对张旭的训问方案,决定使用心理测试的手段。 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的一般程序,先问话,发现疑点,再进行心理测试。 但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将近五年时间,在案常规的心理测试程序很难奏效。 于是,对这个案子,刘曾旭决定倒过来,先对张旭进行心理测试。 在约定的六月十一日上午,张旭没有到刑侦总队来。 下午,刘曾旭正在考虑要不要进行强制传唤时。 张旭骑着一辆摩托车,风风火火地赶道。 这是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,露在短袖T恤下的两条粗壮手臂,显示着强健的肌肉。 但张旭显得有些苍老,染过的头发根部,露着白色的发根,剃过的胡须根也是白的。 他微笑着,和刘曾旭点头招呼,从容,自然。 刘曾旭开门见山地问他是否认识王家丽。 今天是为王家丽走失的事,找他来了解情况。 张旭张口要说什么,被刘曾旭阻止了。 并说他知道的事刑警们也都知道了,事实是怎样的改变不了。 希望张旭不要急于回答刑警的问题,把事情整个过程想清楚了再谈。 并提醒,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,将要对法律负责。 张旭没有半点慌乱,表示明白。 刑警对张旭的心理测试,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。 从测试室出来,张旭的两眼变得一片茫然。 把张旭从心理测试室带回办公室后,刘曾旭和工程师一道在测试室,对张旭的心理波线进行分析。 在几个关键点上,比如1999年,圣诞节,新年,和王嘉丽的关系等,有明显的异常反应。 根据测试的结果,差不多可以肯定,张旭就是和失踪前的王嘉丽,一起去郊区游玩的朋友。 刘曾旭回到办公室,点燃一支烟,缓缓抽了一口。 对张旭说,现在是正面谈话的时间。 问张旭和王嘉丽是什么时候认识的,两个人是什么关系? 张旭仍然很从容地回答,说是1995年,他的孩子在学校练游泳,他是自己学生的家长。 除此之外,没有别的关系,只是孩子来训练时见面。 在刑警的强势追问下,张旭的嘴有些打磕疤,开始逃避刘曾旭的眼睛。 刘曾旭却紧紧相逼,不容他逃避。 这个游泳教练的口风终于开始有了一点松动,刘曾旭继续朝既定目标前进。 这个游泳教练远想糊弄过去。 不料,刘曾旭的脸上献出嘲讽,单刀直入地说,你是男人,我也是男人,你告诉我,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张旭仗红了脸,他捏如着承认了。 男女私情,是人最难启齿的事情。 把这样的事情说出来,其他的也就好谈了。 张旭似乎变得有一些轻松,他对王嘉丽的称呼,也不知不觉变成了莉莉。 说大家都是男人,男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。 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,对莉莉承诺过会对她负责。 负责任是世界上最庄严,也是分量最重的承诺之一,不是轻易就可以说的。 可在现实社会里,有多少人说出了这句话,却并没有实行,或者根本就没打算实行。 张旭犹豫地说自己1999年3月离婚,可她是和王嘉丽好了三年多后才离得婚,而且和前妻一直生活在一起。 直到昨天,给你打电话,还是你前妻接的。 张旭的脸变得苍白,手微微抖了起来。 刘曾旭严肃地逼问,你可以一辈子爱两个女人,也可以爱三个女人,可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? 张旭,还有一件事,你必须负责任。 今天找你来,也是为这件事。 你很清楚,是什么事,就看你对这件事,敢不敢负责任,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 张旭沉默了十分钟。 刘曾旭给了他纸和笔,张旭在纸上一个字,一个字地写道,那是一个阴沉的冬日,天很冷。 他们开车来到官厅水库一个河边游玩。 枯黄的芦苇在寒风里摇荡,天边,远山隐隐约约,对岸半岛上,也压成群地飞起来。 刘曾旭把他的笔按住了,让他写,不是让他来抒情。 作为一名刑警,对他的浪漫时不感兴趣。 刑警搞的是案件,只要他回答两个问题。 第一个,是王家里现在哪里? 张旭费力地吐出几个字,在水库里。 死了。 刘曾旭把纸笔重新递给他,让他接着写。 张旭不写了,他供述了四年半前在野鸭湖发生的一切。 1999年12月26日早上,王家里开着下离车,找张旭一块去官厅水库看野鸭子。 他们顺着高速路一直开到康庄的野鸭湖度假村,接着又把车开到了水边。 当时,前头有一个坡头挡着,看野鸭不清楚,他们就开车上了冰面。 上冰前。 张旭下车看了冰层的厚度,大约有30公分厚。 他们又看到岸边有车咕噜印,一直延伸到冰面。 为了保险,张旭还在冰面上往前走了七八十米。 张旭提议的上冰,于是开车前进,王家里坐在副驾驶位上,他一直在看野鸭。 行驶了大约600米,车下突然发出砰砰的声音,车一下不动了。 张旭看到下离车的左转向灯,突然靠到冰面上。 当时一愣,发现车头开始往下沉。 张旭对王家里说快开车门,他开了几下说打不开。 然后听到冰撞车门的声音。 张旭叫赶快把车窗摇下来,王家里把手握在车窗摇坝上没动,还在躲脚下的水。 张旭想在车沉没前,让他从车窗爬出去。 这时水已经没到了前挡风玻璃,张旭就转身摇下了车的左后窗,右手抱椅子靠背,左手抱王家里的腰, 往左后窗处推他。 那天,王家里穿的是大红色羽绒服,他看到眼前红光一闪,手就空了。 张旭以为他已经出去了。 这时车就下沉,他被水浮起来,周围一片漆黑。 车子下沉了一段,两次剧烈的震动后就不动了,张旭知道车子沉到了底。 他的两个耳朵被水压得剧痛,感到水很深,因为平时张旭潜水,潜到五米深时,耳朵都不会疼。 前面是座椅,后面也是座椅,他抓住座椅,左手摸到左车窗玻璃口和车门框,就顺着开窗处探出头油了出去。 在水底,他蹬了一下滑了七八下手,在有光感的时候,用左手摸到了冰面。 他的右手扒了一下冰,才探出头来。 在水里还呛了一口水,吐出了两口血沫。 张旭回头看,水面上没有王嘉丽的身影,他拔着冰窟窿边绕了一圈,也没找到王嘉丽。 当时,张旭心里一沉,非常恐惧,王嘉丽要是上不来,肯定会被淹死。 张旭急促地喘气和咳嗽,试着往下前,可连憋十秒钟的能力都没有了。 张旭在冰水里,泡了大约十多分钟,费了好大劲,才爬上冰面,又在冰面上躺了大约二十来分钟。 当时,已经很虚弱了,天很冷,他不停地打站,希望能有人帮他,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 他站不起来,就向来的方向爬,一直爬到岸边才站起来。 一步一步蹭着走,走了大约三个多小时,看到一户人家,就推门进去求救。 张旭没敢说实话,也没敢说还有一个人在水下,只说是来钓鱼,不小心掉进冰窟窿里了。 这户人家说,这里常有人掉进冰窟窿。 让他赶快去县城洗个澡,不然皮就会掉下来。 张旭请他们把自己送到洗澡的地方,他们中的一个人,就把他送到了严庆一个服务楼。 洗完澡,又休息了些时候,才坐公交车回北京城里的家了。 至于为什么不报案,张旭则说,想到过报案。 可他被一种难言的恐惧左右着。 出事之后,他一直在想,自己是个游泳教练,没有救出莉莉,别人会怎么想他,还有他俩的关系。 洗完澡后,张旭想去延庆县公安局报案,当地人告诉他公安局下班了。 第二天,张旭在西城公安分局门口徘徊了很久,还是没敢进去。 他不敢报案,承担不起,他对不起莉莉。 此时的张旭哭得满脸是泪。 做完笔录,已是6月12日的凌晨3点,十多个小时过去了。 当夜,刘曾旭把张旭押送到延庆公安局,依法办理了刑事拘留。 应该说,这起也压胡陈诗案,算是破了。 可案情深处依然笼罩着重重迷雾。 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,真相只有一个。 然而,通往真相的路途,却有很多条。 张旭的供词是和真相最为贴近的吗? 为了真正触摸到真相,办案人员还是本能地选择了不相信。 2006年2月,这起案件在延庆县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时,张旭在案件发生后,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隐瞒不报,成了最大疑点,也是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。 有人说,编造一句谎言,需要用十句谎言来掩盖。 而张旭在事发后,谎称自己不知情,让一件也许简单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。 受害人家属指出,如果张旭是清白的,他就应该报警。 让警方确定是意外事故,这样更能还张旭一个公道。 但是现在整个事件疑点重重,绝不是张旭一句,害怕就能解释清楚的。 附带民事诉讼员告人,王嘉丽的亲属,和他们聘请的律师,对案件提出了诸多疑问。 为什么张旭在法庭的口供,和在公安局的原始口供不完全一样? 比如,将原来约好,改为临时提议去野鸭湖。 将自己提出开车上冰面,改为是王嘉丽提出来的。 为什么张旭供述出事的时间,在中午十二点多,而王嘉丽手上的手表却停在十点十七分? 车到底是什么时间落水的? 这个时间,差会不会另有引擎? 为什么张旭描述,汽车破冰下沉过程的时候,根本没有流露出, 通常人回忆危险事件时的惊慌? 为什么在逃生的过程中,王嘉丽没有半点反应? 连随手可及的右车前窗,都没有半点摇动的痕迹? 还有,供述王嘉丽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座上,而遗体被打捞上来时,为什么是坐在后座上? 为什么自称筋疲力尽,再没有力气就王嘉丽的张旭,可以步行十公里的路程,寻求帮助? 律师的语言都是有策略的,而律师最想说的话,谁都听得出来,就是王嘉丽死的蹊跷。 王嘉丽的父母和兄姐则直接了当地说,他们的女儿,妹妹,是被张旭谋杀而死。 张旭隐瞒不报,掩盖的是谋杀案。 不错,公安机关在车和尸体刚从湖里捞出来时,也曾经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。 但随着对案件调查的深入,谋杀案的嫌疑逐渐被排除。 后来,严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,终于找到了张旭从冰湖逃生后,求救的那户人家。 那户人家的女主人证实,数年前确实有这样一回事。 女主人甚至记得,当他把浑身结冰的那个男人送到县城的浴池后,那个男人拿出来的50元酬金也是湿的。 在现行侦大队安排案中指认时,他认出的那个男人正是张旭。 现行侦大队也让张旭在被打捞出来的下立车里,做了从开启的左前窗钻出的逃生模拟。 虽然他的个子和块头那么大,可确实能够从那个车窗里钻出来。 针对张旭说,王嘉丽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座上,而被打捞上来后,却坐在后座上的疑问。 县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,再做一次沉车模拟。 但就在这个时候,还是在这片水域,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沉车事件。 那是一对父子,开车上冰面钓鱼,冰裂开车沉入水中。 儿子从车里逃生后,三次潜入水中救自己的父亲,但父亲还是不幸死亡。 他的父亲被打捞上来时,也是坐到了汽车的后座上。 原因很简单,汽车的发动机在车头,车头是整辆车最重的部位。 当车头朝下竖起来的时候,坐在前座的人就会随着灌进车里的水,漂浮到车的后部。 另外,刘曾旭坚持认为,没有人会用这种极可能和被害人同归于尽的手段杀人。 为了给这个案件准确定性,市局刑侦总队,严靖县刑侦大队,严靖县检察院合适法治办,市公安局法治办,先后进行了两次研讨。 研讨会上有三种意见,第一种意见认为,张旭构成故意杀人罪,因为张旭在王嘉丽落水后,既不施救也不报警,致使王嘉丽的尸体在四年半后才被发现。 但因为没有证人,证据表明,张旭有杀害王嘉丽的动机。 按照刑法上一罪从无的原则,这个意见很难被认同。 第二种意见认为,王嘉丽的死亡属于意外事故,不能认定张旭有罪并处以刑罚。 但是,这起意外事故,是因为张旭把车开上冰面造成,张旭是有过错的。 第三种意见是,张旭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,作为一名成年人,张旭把车开上冰面, 事先应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潜在风险。 严庆县检察院决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张旭提起公诉。 2006年1月,此案由县检察院起诉到县法院。 法院审理期间,对于那些激烈争论的事实和法律问题,县法院何一庭,县法院审判委员又进行了多次讨论。 2006年6月,严庆县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, 判处张旭有期徒刑三年,缓刑三年,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,共计25万余元。 法院还对张旭在事故发生后,未雨失救也未报案,致使王嘉丽亲属多年来,受到精神上的煎熬,从道义上予以谴责。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,法院判决王嘉丽承担40%的民事责任。 依据是,王嘉丽是完全民事责任,行为能力人,对危险的存在应当预见,但其仍与张旭一同穿越冰面,溺死于车中,一应负一定民事责任。 如果人死后有知,王嘉丽肯定会为自己穿越冰面堤,行为后悔,但他会不会也为人生中的这一段情愫后悔呢? 因为有罪判决,张旭被单位开除了公职和党籍。 在法院宣判后,张旭曾经多次找刘曾旭聊天,诉说自己对王嘉丽的爱和愧疚。 他依然叫他丽丽,他讲丽丽的美丽,温柔,善解人意,他们在一起时的欢乐。 他说,在不幸发生后,他每年都要去,他们曾经一同游玩过的地方,他觉得丽丽在那里等着他。 还有,他每年都去野鸭湖祭奠丽丽。 每次讲到这些,他都痛哭流涕。 说他是真爱丽丽,想照顾他,和他一起生活。 不知道张旭对王嘉丽的爱是真是假,但刘曾旭在审问张旭时说过的一句话, 你可以一辈子爱两个女人,也可以爱三个女人,可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? 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马铃薯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我看我了很多天后,也是人家人家。 这是一个人家商友就会拥出。 但是,我们去下 quotes。 所以我们要去越来。